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报名非常的有越 我们也感到有点吓一跳 陈其迈参选高雄市长落败后 邀请粉丝喝咖啡 当时这名男子就曾经出面受访 凡是陈其迈出席的活动 他几乎都在一旁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 就是陈其迈的幕僚 被指控担任网军当事人 第一时间发文澄清 发文直接贴出照片做对比 表明自己的身份 拍照时间在今年二月 因为华航罢工 曾经陪同陈其迈跟郑文灿 林家龙一起商讨事宜 痛批潘衡旭带风向右卸责 乌龙指控害残了他 蛮意外的就是在选后的时候 然后大家非常的热烈 明明多次出面受访担任 陈其迈的幕僚 多年却被潘衡旭指控 当网军还在脸书贴文带风向 但马上就被戳破 潘衡的这番言论被网友调侃 他更像个不称职的网军 三地新闻综合报导